千里迢迢中已经到越南了 这群带是怎么回事啊 猫尾出现了 在越南第一顿和粉 来和粉到底吃法 就是要拿这个然后剥成小块的 这样子是越南人 然后再挤柠檬 盛中和粉吃法 吃光光 好酷 Koi Buffy Buffy Yeah Dream Fu That means happy Oh nice name Hello大家早安 我现在人在越南的胡志明市 我这次来越南三天呢 这三天我都做沙发冲浪 这次沙发冲浪的经验很特别 因为我是住在他们店里 这个地方很平静 然后很不一样 所以我想让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有个中的茶在这儿 我可以去上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好喝喔 咖啡的味道很香 然後配上那個condense milk 因為我不喜歡太多糖 所以我就請他幫我另外放 我大概放了一半吧 天哪我每天都要來喝一杯 我現在已經到了芽妝市場 這是有一種台灣菜市場的感覺 我覺得好像回到了台灣一樣 好懷念喔 好懷念跟媽媽一起去買菜的時候 我看到了有名的冰城市場 冰城市場 賣著各式各樣的手工藝 應該可以在這邊買到很多紀念品吧 好我們去看一下吧 謝謝 娘叫我怎麼吃 終於吃到我想要的 越南Pancake 他還幫我做這個醬 一定要沾這個醬 好好吃喔 我開心 我現在在郵政種植 看起來非常的壯觀 迫不及待想要去裡面看一下 寄東西的話就去這邊寄 總區旁邊有一整排的書店 但大部分的書好像都是 越南文 現在來到了粉紅教堂 天啊這也太美了吧 超級夢幻 但他就在那個大馬路旁邊 所以非常的吵 一直會聽到喇叭聲這樣子 我剛才整個人 超沒精神 一整天下午已經很累了 但我看到這個教堂 整個人精神大好耶 不及我可以坐在這裡一整天 不及我可以坐在這裡一整天 我現在在這間法式的烘焙店 因為我要走路走累了 我看到我就走進來 先講一下我今天主要的交通工具 就是我的雙腳 還有Grip Bike 他是用摩托車接送你的 價錢也是很便宜 大概介於 兩三塊奧幣而已吧 大概就是 三十到五十塊台幣這樣 我每次要付錢 我還會在那邊稍微 再確認 然後司機們都會 直接就是算給我看 然後跟我確認說 他們並沒有多收我錢 所以大家就請好好的使用這一個APP吧 到達貝公寓了 然後我要走路去一層一層的走 好期待喔 一直很想來這邊 我們一層樓大概有兩到四間點 分為左邊跟右邊 我覺得好像吃力差明 這是太酷的地方了 我要前往下一層樓 好期待喔 不點這個 椰子口味咖啡 天哪 越南的咖啡實在是太好 好喝了 我的天哪 怎麼可以這麼香啊 他這個布丁也超級超級好吃的 他那個糖水就是咖啡 Oh my god 整個也太幸福了吧 哈囉大家早安 我現在還在前往古之地道的路上 然後一個導遊還有一個司機 在高知山洋 沒有人想到你 只要我家人的地方 只要我家人 在大陸 在大陸 1990 现在已经到了谷枝地到了 现在就是等导游去买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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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进去古道里面了 然后我现在也要下去啰 这好像我在台湾爬的蝙蝠洞 爬蝙蝠洞的时候真的是要匍匐前进 好 这是原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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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要走 - Are you ready? 結束了古汁地道的半日遊 我們現在要返回胡志明市 我覺得整個旅程就是 非常值得 只能說很難以想像 當年他們的人是 怎麼靠著雙手 挖出這250公里長的地道 然後他們是 怎麼 很難以想像他們是 怎麼生活在那裡 因為我剛才爬那個地道真的超小的 總之我覺得這趟旅程非常非常值得 所以如果你有來越南玩的話 建議大家一定要book這一個行程 也沒有很貴大概就是 我付了大概18塊美金左右 那這個是要終於要來按摩了 等超久的 這一間是我在 越南的朋友推薦的 叫做Golden Lotus 我現在在更衣室 我就換完衣服然後我要去享受了 哈囉 我剛才按摩完 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按了腳還有肩膀 總共是 350萬越南盾 所以大概是 澳幣20元 台幣大概是 400多塊左右 物超所值 而且就是在暗的時候 他還有幫我 用那個小黃瓜敷臉 非常非常放鬆 畢竟會曬整天的太陽 是在 湄公河旁邊散步這樣子 等一下可能喝 去喝一杯咖啡 然後準備吃晚餐呢 我很餓 越南標準的 越式炒麵 越南標準的炒麵 我一定要吃一下 但無老爹 他跟我朋友喝一杯 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是我在胡士明寺的最後一天 明天早上 我就要跟大家說 拜拜了 覺得很捨不得 在短短的三天 我每天晚上回家 都會跟他們分享 我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跟他們聊一聊天 只是很美好很開心的經驗 這就是為什麼我很喜歡 每次旅行我都喜歡 因為你可以分享不同的文化 然後更深入了解當地人的生活 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謝謝你們看我的V-Haul 好高晚安啦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